我們現在正在地底30公尺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底深處 有非常多人辛苦的作業者 每個人趕到下面去工作都是有所覺悟的 因為基本上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字枝枝掉下來的時候 大家也懂用不及舊 那下一集我們就會帶大家去看到 潛盾機的歷史 跟潛盾機它是如何挖出這個漂亮的隧道的 本集感謝MOMO贊助播出 所有工具除了潛盾機之外 都可以在MOMO上面買到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我們上一集介紹完捷運局的歷史之後 今天我們要開始介紹潛盾機的歷史 哈囉大家好 歡迎光臨台灣Bar 我是凌晨不潛 我又來講講故事啦 這次來說說潛盾機 潛盾機能夠邊碾碎砂石岩城 邊排出土石 邊蓋上隧道壁 是許多隧道的重要推手 像是在1994年啟用的英法海底隧道 連接了歐亞大陸與英國 還有耗時17年穿越阿爾卑斯山 長度超過50幾公里的 瑞士聖哥達基線鐵路隧道 而在台灣 除了這兩級的台北捷運 在水山隧道和高雄捷運等等工程 也都能看到潛盾機的身影 由於隧道大小差異 所以每一台潛盾機 都是全魚中唯一量身打造的 也因此要價不肥 動不動就一來一去 層外地質環境也會影響到工程難度 像是在雪碎開花時 就曾遇過潛盾機在地下受困 夾埋的事情 在隧道裡地底下工作 也讓施工則承受著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所以除了工程的進步 還要感謝在背後執行工程的朋友 台灣吧也想透過超認真少年的頻道 和大家說一聲 你們歇苦啦 我們再次感謝台灣吧的現身 好 又過了幾個月過去了 那我們在幾個月當中 已經把潛盾機組立好了 在上一集 我們已經看到了前面三個步驟 幫我們線上的朋友複習一下 第一個步驟 就是在你家的門前 開始挖地洞 一路挖挖挖到30米深的地方 然後開始架構幹軌 也就是第二個步驟 準備作業 準備作業就是 當我們潛盾機要投入之前 我們要改良地盤 然後要把上面的鋼構 架構全部都燒好焊好 然後或者是把那個圓形的輪框 要破鏡的那個大圓框把它做好 這也是在上一集 很多網友他們留言所說的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會有很多鋼筋 你放心 那個絕對不是你家地上的鋼筋 因為你家的地基也不會買到這麼深 而那個東西呢 你收到了嗎 等很久 等了 好 加油 每天喝LP戰散改變過敏原 其實那些鋼筋呢 並不是本來是買在地底下的 而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在潛盾機 真正要破鏡 要開始絕境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它打 也就是在我們這一集之後 會開始繼續排的第四個步驟 跟第五個步驟 而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主力潛盾機 就是上次我們小心翼翼的 把每一個設備往下掉之後呢 大家知道潛盾機主牆 就是這麼大一台 所以呢 這一集我們就要進行 第四個步驟跟第五個步驟 也就是開始破鏡 絕境 衝刺 突進 潛盾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了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所以呢總共在這兩集當中 你們就可以看到捷運的隧道 它完完整整的 如何被挖掘跟如何完工啦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北上上工 我們現在就來北上上工 大家早安 現在時間動五動動 在這個部隊起床的時間呢 我們正要北上 按照這個我們從台中出發的路程 到台北的時間 大概就是要花三個小時 跟我們要去探測火星 是差不多的時段 所以呢 從今天開始呢 接下來的五天試驗呢 我們會帶大家去探測火星 不是 接下來的五天試驗呢 我們會帶大家去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叫做人工找廚 大家有沒有看到 像我這麼大隻的一隻洗隻 不是 像我們這麼大的頭 我們稱之為YouTuber界的重工業男子 我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工業阿伯都是怎麼運動 每天早上 有沒有 像這樣子 每天早上 震動個15分鐘 30分鐘 身體氣血通常 家庭幸福美滿 夫妻和樂融融 好不多說 我們在Google時間到達8點開工之前 我們趕緊出發 Let's go Let's go again 大家早安 我們按照表定時間的 動八動動的時間 我們已經到了我們的工地現場了 那再次感謝捷運二公處 然後來邀請我們一起參與這個台灣非常重大 跟非常重要的工程 接下來的五天試驗呢 就是我們要做破境之前的人工找廚 上一集呢 我們已經把寫東西組裝好了 那後面呢 就會有像千金錦一樣 慢慢推進推進推進 推到呢 我們要打的牆面 那在我們牆面要絕境 要破境之前呢 那我們就要先用人工找廚 就是跑跑跑跑在裡面一路打 早上打 晚上打 這個時候呢 開始駕設臨時環片 將潛鈍機一步一步的推到土壤層裡面 而後面的台車呢 也接續著一步一步的進到隧道裡面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到你的隧道口 長成這個樣子 那在人工找廚之後呢 接下來下一件事情就是破境 不過呢 大家不要想現在還是流民船炸飯洞的時代 所以為了鞏固地下的人的安全呢 其實在工程期間 他們會用一個圓環的布 然後把它圍起來 所以到時候呢 才在衝的時候 不會讓那個土石亂噴亂飛 所以其實呢 我們現在在絕境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就是主控室 主控室裡面呢 有充滿滿滿的NASA的數據一樣 就像是你應該沒聽過 太空人在駕駛太空船的時候 他就像是卡車司機一樣 坐在第一幕 然後衝破大氣層 坐在海景第一排 開不了口難卡遲到 所以在這個破境五天事業的人工找出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後面堆滿滿的環片 那這些環片呢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就會一路運到下面去啦 所以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深入地底 帶大家看看地底裡面的事件 不要還有鏡頭啊 現在大家所看到我深厚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從地面上掉下來的捷運環片 那捷運環片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每一個都有編號 就是0034啊 0036啊 那這個環片 畢竟承載著許多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它在每個環片的規格當中呢 它都是要全檢測 也就是所謂的 全部每一片都要經過檢測 那在這個工程當中呢 如果我們每天 日啊超 日啊超 的話 就是早上晚班輪班的話 那一天可以大概裝八環 那你一定會看到為什麼 它每個規格都一樣 上面會突然出現一個比較小塊的呢 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在裝環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啦 為什麼要裝環片呢 就是在捷運軌道通道的時候 當我們的前盾機 把土挖挖挖挖挖挖挖出一個洞之前呢 其實土的架構是蓬鬆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裝環片 環片的架構呢 它除了能夠確保在這個隧道當中的結構穩固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 就是讓你在捷運通車的時候呢 能夠順順利利的從目的A通往到目的B 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進到隧道裡面 教學如何自己DIY組裝捷運環片 怎麼可能會有人DIY 如果他DIY的話 我就拜他為師了 然後最後就變成這樣子 速限10公里 這裡就是前盾機尾巴的尾段 不知道大家在上一集 還有沒有印象看到我們前盾機後面的台車 台車後面就是有一些空壓系統啊 整個主要的便電室啊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 它有一些工業的系統 因為它一次有非常多的引擎跟馬拉運軸 然後有一個便平式 有一個非常大的空壓機 然後除氣筒 因為在所有的動作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就是運送是用氣動的 然後這個 這裡就是我們的主控式了 主控式主控式 回報現在狀態如何 好不好我們現在在剩下1.5公尺 就能夠挖到金庫了 就能夠到達金庫了 就能夠到達金庫了 廢道裡面唯一有冷氣的地方 他們這個 我們同事 在這邊做喬操 你問一下在寫什麼 這邊是在寫他那個 他上面在推進上的那些 數據 相關數據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記錄 所以今天大樂透會開幾號 他說上面這些數據都會出來 都會出來這樣 名牌 來自第幾30米的名牌 來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是 絕境海人區 然後現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螢幕當中的四個數據 左下角的那個 他就是等於是前面的韌盤 他裡面上面有說 他現在的羊角是多少 他的滾動角是多少 所以他其實只要監控這個韌盤 跟鼓廊的關係是否恰當 然後我們左上角就是 前面我們剛剛專反片的監視器 然後你在右上角看到的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過 航海圖或是太空公署 NASA裡面 他們都會有一個 我們預計要走的路線是在哪邊 然後我們一開始 你的設計是設計 什麼樣的角度跟什麼樣的路線 那你現在你走的路線 跟你一開始設計的路線 有沒有相符 有沒有感受到 我們現在正在挖呢 好像沒什麼感覺 就是他其實現在正在絕境當中 接下來我們每往前挖一公尺 那我們的絕境就會停下來 然後開始裝環片 好 所以現在洗肝搞了 我們來裝環片吧 在每絕境到一個步驟的時候 就會停下來裝環片 環片會裝在台車跟機頭中間的位置 一緩一緩的逐漸構成隧道 大家有沒有看過吊車的那個其中吊環 在每一片的結構裡面呢 它有一個內牙 而這個內牙呢 它能夠幫助我們在掉每一個環片的時候呢 不需要用布繩 你只要把牙鑽進去之後 就能夠掉起每一片環片 在底部的環片裝好了之後呢 我們會利用地心引力 然後將每一個環片呢 把變成類似卡扣的方式 互相的連接在一起 看到每一個環片的邊緣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斜面的 它可以幫助在每一片之間固定的更好 而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氣洞從體扳手把它做固定的動作 為什麼這塊跟其他塊長得不一樣呢 這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 它其實就像是一個木工卡榫的原理 當大的環片都裝好了之後呢 我們用一個類似很像榫接的方式把它塞到裡面 這個時候呢 也同時固定了整個圓環的結構 最後一片裝完了 然後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圓環的地方呢 就是它很像是一個金片 然後它要把這個圓環 看能不能把它叮到最大 因為在這一環的做法是貝田灌漿 這塊比較特別 需要用一點環片把它往外拉 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往外來看一下這個景 我們剛剛搞了這麼久 我們現在又推進了100公分啦 我們剛剛往前裝了兩個環片 所以現在這三位大哥他們在做的是臨時軌道 臨時軌道幹嘛呢 就是讓後面的台車 它能夠跟著潛頓機往前絕境的時候 一路把後面的所有設備跟每一排的裝備 一路推過來 預計呢 在一個月就可以把這條整條的道路 全部都加設完成 這個深卡黑色的貼管 它就是運送土壤儲蓄的環境 然後上面的這個灰色的這個呢 為什麼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轟轟轟的聲音 它其實就是讓空氣打進來 然後讓裡面喚起 它有一個很活的事情就是 你可能會想說在挖捷運的時候一定會吵吵 然後那個土壤在送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管路的衝擊聲 所以呢 他們在這一段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特殊的設備 然後 那個 緩衝緩加 它就可以幫助你的管路在能夠運送土壤出去的時候 它不會有太多碎石啊 還是那種什麼水管的一些 拚拚拚拚的聲音 所以到裡面的環片裝完了 所以大家看我們鋪設的那個臨時軌道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能夠來運送這些環片 再來一下 我們的0034跟0036要進去了 還有車要過喔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駕設軌道的作用 對啊很省力吧 所以當每一個潛進機跟它的後面的台車任務完成之後呢 它會怎麼樣呢 其實就是回到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把後面的台車跟我們前面的頭分離 然後分離之後呢 不同一樣的部位 然後慢慢從洞裡面退出來 然後一路一路像我們前幾個禮拜在安裝的時候 逆向工程掉回到地面上去 那地面上它有可能有下一個任務 就會有可能去挖下一條線 那也有可能就是這個任務結束之後 那這台車就拆掉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上次的集資任務 我們的1億元 我們現在還差9999萬990元 請大家踴躍轉帳 其實呢到這個工地已經是我們拍整個捷運工程 我們大家已經拍了快半年的時間 然後這已經是我們待的第五個工地 而我們在整整這半年的拍攝當中 其實你會拍到他們 他們在整個過程中非常辛苦 像我們上禮拜在吊那個任盤的時候 台北非常的擁擠嘛 所以你每一個吊車 光回一個動作的時候 它就要擋車 民眾就是一個很不爽的臉 這樣子看著你 等到它這個東西吊進去的時候 趕快要疏通交通 然後趕快到很狹角的範圍裡面 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幹掉這些捷運 它到底要做多久了 哪一個工程的人不想要四天就可以把這事情做 沒有一個工程都想要慢慢拖慢慢延宕 所以就是大家相信筆心 不管是地下工程還是地上工程 那好不好 大家互相擠量一下 你現在看到了 這就是捷運未來的站 你看RC已經灌得差不多了 而現在我走的這條路呢 就是以後的列車 它所在停的地方 然後這個上面就是等捷運 等列車的地方 開往植物園 開往植物園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個月台下面 先買下一個禮物 等到十年過後 我們再把它挖出來 然後你就會上社會新聞 好的 當前對技術所有的作業結束拆下之後 留下這個順利飄飄的隧道 那也是正式宣告 阿達斯在捷運小工的任務 正式到此結束啦 再次感謝猛猛的也是贊助我們 整支影片的拍攝與製作 還有捷運二工處 然後來讓我們能夠參與 這個台灣偉大的工程頻道 讓大家看到在地底下工作的男人 到底有多浪漫 有了捷運之後 我們有了更多的時間 可以跟家人吃飯 跟朋友見面 跟情人碰面 在搭乘的時候 希望大家記得 有一群人 他們花了寶貴的時間 甚至生命 在地底下默默地付出著 在地底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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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超新的少年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的影片 你可以分享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按讚 或者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如果你對於台北捷運 還有前蹲機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你也可以去看我們的上一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樂谷 那我們就是超新的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樂谷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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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回地裡面 去吃飯吧 走 樂谷 樂谷 你 兩人兩人 三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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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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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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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如果沒有定準的話 後面全部都完蛋了 各位朋友我們今天撿到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我們總共撿到四顆鐵路的毛釘 你家是不是從來沒有收藏過捷運鐵軌的毛釘 那如果你分享這支影片就可以抽起來我們就抽出獲得 可以獲得捷運毛釘 上面還有用洋氣雨缺切割過的痕跡喔 真的會有人想抽嗎 我會幫大家A到了一個給網友的紀念品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的頻道 這東西就抽給會員啦 這什麼東西呢請看地藏 這是壓軌道的人生倒花 你知道當初為什麼我們會拍攝捷運機的影片嗎 因為在捷運機他二公處有一個梁先生 他三顧毛驢 然後寫了一個長長的親筆手寫信給我們 那梁先生是個非常酷的人 就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 就是在上一集的時候有安全學的贊助嗎 我跟梁先生說 我幫你準備一雙 梁先生說不行我是公務員 然後我就跟他梁先生說 不然我們等一下一起吃飯吧 我請你吃飯 不行我是公務員 然後我們去買飲料 買手滑杯 一杯二十塊 梁先生這次飲料一起喝 不行我是公務員 所以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非常棒的 就是公務員或工程的人 然後或者是 許多人就是為了很多人的理想 然後而去很努力的做事 對所以在影片的後面就是一個小花絮 就是我們特別感謝梁先生